为我们在实力上设计的 为我们的罪 在实力上设计的永生上的儿子 我们的恩主耶稣 允行在我们中间圣上的圣灵 感谢和赞美你 今天我们的心意起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 献上我们的赞美 请你把赞美的时间分辨为圣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寻找人 而是要寻找你 如果不是你在这里 我们来找谁呢 如果不是你在这里 我们来做什么呢 主啊 如果我们来到这里 你也确实早就等在这里 等着你的孩子们到你面前来和你亲近 与你相会 与你交通 你也准备好了你自己的话语 要将你的心意起誓给我们 如果我们不是从心意的内心深处遇到了你 我们就白白地来到这里 主啊 我们从来到世界上 就听见了好多的声音 那些声音又没有意义的又有意义的 那都是世界上的声音 人的声音 地上的声音 那些能表明什么呢 主啊 我感谢你 让我们听见天上的声音 我们听见了 学到人的话 但是那是人的话 感谢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话 人说话都是表达自己的心意 表达自己的想法 表达自己的思想 你的说话也是想表达你的心意 求你让我们听见 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话 你讲你的心意 其实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你的心意 明白你的心意 提前你的心意 以至于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 什么你的人 也成为一种合乎你心意的人 求你 接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 我们也没有能力 但是你的话是灵 你的话是生命 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 你的话语像大槌能够真破判施 坚固的 坚硬的 万事 愿你的话语 带着能力 来戳掉我们石头的心 换上一颗肉心 换上一个正常的心 换上一个被神感动的心 被你的爱说感动的心 证明整个的人生 对你的爱有所回应 整个的全部的人生来 回应你的爱 回应你的射击 在世界上的牺牲 回应你的救赎斩 我们是这样的人 与众万有之主 竟然为 录像 本是 不管是成土的 这样卑微不堪的人 尤其是我们还是 溃下了你的罪人 为我们杀机 牺牲了 一种万有之主 一种万有的创造者 牺牲了自己的 多些爱子 把我们救赎出来 这样的恩怜 我们 没有一个人 能够回应 能够回报 我们只有 我们的 我们只有干人 只有谦卑 只有干人 只有完全的谦卑 完全的干人 忠心 以前程敬畏的心 来生 愿意跟爱 得着每一个人的心 得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现在的恩典 求你 从高天神 出去打那帮闭 把你每一个灵魂 从这世俗的 罪恶的 云女当中 深坑当中 把你拉出来 把你 引导在 你平安的道路上 跟随你的交通 直到见你们的日子 有一条 我们到世界的道路走完 有一天我要看到你的龙广 谢谢你的恩典 等下有一天 我们见你的时候 我们来到这里 今天来到这里的一个 你也不瞥瞎 神教民能够像保罗那样 你的仆人保罗那样说 高厂 得胜开个 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已经跑进了 所以 听到 我已经守住了 爸爸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这样 宣告 都能这样的建议 我们盼望 那一天见你的时候 我们遇到 你是笑脸的应激 而不是有处的面中 让我们都能够 抬起头来见你 不得羞愧 而不是 抬不起头来 羞惨的 来见你 主啊 谢谢你 我们 我们从来就 自己想改变自己 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你不改变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你不忍旧 我们只能灭 主啊 谢谢你 愿你 在美心上 我们本身是你的工作 你是找着自己 自己的形象 来造造我们的上帝 主啊 我们 只有让你在美心上 自行其事 才能 使我们 能够 把我们造就成 你的形象 求你造就 我们除掉 我们身上 一切不当有的东西 我们自己老想 除掉 但是不可能 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你能除掉 我们从内心到外面 从言语 行为到心思念 外面的决动性质 一切不当有的东西 求你 作为的生命 祷我们将你的道活出来 谢谢你的恩典 帮你把前面的时间 向你交托 向你仰望 求你赐福下面的时间 向你的心说话 听我们正部位的祷告 奉祝命求 阿们 刚才我们读了基础经文 今天要给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呢 是 耶稣基督 并他顶持的架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二节 那里保罗说 我曾经定了主意 在命中间不知道别的 直到耶稣基督 并他顶持的架 这句话 这句话应该是 这位伟大的使徒 保罗 对他说 传的福音 一个最高度的 最简洁的 最简洁的 一个宗家 最简洁的 高度的宗家 实际上他不但是对哥林多教会 说传的福音 总结起来 就是 不知道别的 直到耶稣基督 并还顶持的架 实际上他一生 一生 所传的福音 所传的信息 总结起来 也就是 直到耶稣基督 并还顶持的架 稍微地说一下 哥林多教会的背景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 当时的 一个 洛马版图之内 一个最著名的商业城市 最著名的 它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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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希腊的 希腊的一个城市 当时是洛马帝国的时代 是一个 最著名的商业城市 商业城市 人家就非常的复杂 那么人的流动性 也比较的 流动性也比较强 这样 保罗传福音呢 他传福音 他是有 战略思想的 他总是 注意 在这些 影响最大的城市 建合神的教会 尤其是 哥林多 这个人口流动 这么大的 人口这么复杂 来来往往 这个地方 建合教会 建立合神的教会 那么他 他别人 这个教会的情况 别人会对 远远近近 都有着 都有着一些 一些很大的影响吧 这样的保罗 这哥林多教会 是保罗建立的 保罗建立的 因为保罗 他是 他是到处传福音 他不会在一个地方 常有的来住 哥林多教会 这是保罗 除了 除了在 一幅说教会 一幅说之外 就待的 时间最长的 一个 一个教会 待了一年 八个月 八个月 一幅说教会 他待了三年之久 其他 保罗在其他的 其他城市的教会 都没待这么长过 这个地方是保罗建立起来的 保罗传福音 建立起来 但是保罗走后 这个教会 又受到很多的影响 因为他的人口流动 比较强 各种各样的人 他都会 教会的人也是这样 传福音 那么他必然 会受到一些方面的影响 这两年这个教会 他又出现了很多的混乱 甚至于 也出现了一些 分明别类 因为他受到好多影响 保罗传福音 走了 有其他人来了 有些人就说 我看这个木木人 他比保罗 比保罗数灵 怎么样 你看亚伯罗 断有口弹 你看保罗 亲往不恙 言语出诉 你看他写的信 好像很有分一点 讲了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等等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这个 驾驶头也说 这个保罗 他是 他是很有心悸 老龙人等等 说一些负面的话 在生产上有些混乱 在 不管 在复活上 在复活的阵地上 也有一些 不相信复活的一些说法 那么有的 那么一个 在安安油 在这些 树林领次上 一些偏差 等等等等 一些混乱 这样呢 他教会你 出来一些 冰淑焦 出来这样的情况 那保罗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那个时候也没有通信,现在的通信工具这么方便。 你说他听到的情况来一趟吧,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保罗在世界各地传福音。 地中海,东部那些地方,他都那些地方都传遍了,到处去。 那保罗怎么说?保罗就给他写信。 格林多签,所以是保罗给格林多教会写的信。 保罗怎么写呢?他又强调他以前,就是说他过去传递福音。 为什么呢?因为格林多教会,人口非常的复杂。 当地的人是希腊人。 在商业城市呢,犹太人也比较善于做买卖。 犹太人也很多,格国的商人也很多,等等等等。 那么保罗当初来传福音的时候,人都不一样。 那希腊人呢,当地的希腊人,希腊人呢,他们是很注重知识。 那犹太人呢,犹太人呢,他从一开始讲过,一开始出埃及,就是圣级七十岁的。 当出现神级的时候,他说有限制出现了。 那如果没有神级呢,那么你讲一些道理,他觉得谁都能讲。 所以你经常传福音呢,那犹太人呢,他是有神级。 希腊人呢,他是很佩服那些高原党质的东西。 那保罗,那这样,你不讲出一些高神的东西来,当地人他也瞧不起。 有的希腊人他也瞧不起。 保罗想了想,传福音啊,他们需要不一样。 传福音是不是需要,要偷情说好。 说现在他们这些人啊,你给他讲十字架不行啊,讲,讲,讲。 你觉得他们都是很有宣伟的,你给他讲这些套,他不佩服啊。 那么你说讲神级呢,那十字架是最没有神级的地方。 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上帝都不实行拯救。 在人看来是最没神级的地方。 实际上,十字架是最大的神级。 这人也得看吧。 保罗说,那保罗说怎么办呢? 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管你是希腊人也好,你是要指挥也好,求神也好。 我不管你是要什么,我今天来了,就是穿顶世的家的基督。 他说我曾经纳定了主意,定了主意就是经过详细的思考做出的决定。 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怎么样?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财定时的家。 这是讲到他过去所穿的福音。 他说,那是我来穿福音的时候,我定了主意,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思想, 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追求,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穷想,我不管。 教你们的信,好教你们的相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就像现在有人说,现在年轻人不行了,现在都有文化了,你在讲十字眼的好, 现在这人都都远降伏了,不愿意吃苦了,你别讲十字家了。 保罗说我不管他这个,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我不知道别的。 只要耶稣基督并财定时的家,教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大能。 现在,保罗走了之后,又受到好的影响,又出了好的偏差,用什么来解决? 一样一样的解决,一样是一样的解决,也可以。 那总是你得找到更缘。保罗就,他说,弟兄们就把,就把显现,说传递分,又重新了一遍。 他说,我曾认定了,主要在民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十字架。 那么现在呢,他重新,重新十字架的道理。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明人一看为宇宙,在为得救人一切为神的大能,等等等等。 啊,讲十字架的道理。不管他有多少偏长,保罗只是讲十字架, 就把回归到十字架的道理上,十字眼道路上,这说的问题都解决了。 好了,这样呢,那么这句话呢,是一种整本请缘的一句话。 啊,回归正的整本请缘的这么一句话。 本来,这个教会他领受的纯粹的福音,后来受到很多的影响。 不管受到什么影响,保罗就把当初所传的福音来重新了一遍。 他说,我曾认定了,主要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十字架。 为什么现在这么复杂呢?就是知道了些别的。 这个别的很麻烦。 啊,那么我们看到,保罗看到他受到别的影响,乱了。 他保,格林多教会说的混乱,混乱来源就是这两个字,别的。 就是受到别的影响。什么别的影响? 耶稣基督之外的影响,十字架之外的影响。 耶稣基督并他顶十字眼之外的影响。 不管教会多么混乱,不管教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至于教会黄粮,教会基督纷争,教会出现横着的,无论什么问题。 解译的方法只有,回到耶稣基督并和定世的这个单纯的, 纯正的,纯正的,纯正的福音。 我们看到格林多教会是最混乱的一个教会。 说的混乱都是因着这一个别的这两个字。 那么有些人在,他不是光传耶稣基督并和定世的讲。 传导人嘛,他肯定传耶稣,传世的讲。 但是此外他传了些别的东西。 他强调别的,所以他们就追求别的。 有的追求说谎言啦,有的追求神业气势啦,有的行业能啦, 有这个论语词上的,在说的论语词上的这种阵地都不清楚。 在各方面吧,甚至里面有些分明别类的东西,等等等等。 在阵地上,否定复活,否定复活的盼望,否定复活的信息。 今天讲的是耶稣基督并和定世的讲。 有三个方面吧,这一句话本是有三个方面。 是一个,一个不知道,两个知道。 保罗罗讲的传福音,他对他传福音的终结。 我刚才讲了,他自始至终,他不但是过去传福音, 制造耶稣基督并是实在讲。 现在,格林多教会出了偏差了, 他又重生过去传这道, 是他回到七处事领受的教导上来。 回到那种不知道别的, 这一个不知道别的,就把那些混乱的东西都排出, 排出紧禁了。 回到单纯的耶稣基督并和定世的证明上来。 这个不知道别的,啊,这一个不知道,两个知之道。 这个知之道,知之道,去往下,这个知之道, 这三个字这个排外性很强啊。 知之道就是在此外,在此之外,在此之外,在此之外的东西, 全都不斩。啊,就是说不知道。 不知道别的。 这个别的也很广泛。 一个是不知道别的。 这个别的是在耶稣基督并和定世之外的, 不知道。 耶稣基督并和定世之外的,不知道。 耶稣基督并和定世之外的, 因为只知道。 只知道,啊,排他性很强,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和定世之外的。 什么是春云正的福音? 春云正的福音,干干干净净的, 不知道别的。 什么是春云正的福音? 只知道耶稣基督, 只知道他定世之外的。 这三个方面。 当时的格林多教会说的混乱, 就是因为在春云的福音之外, 领受一些不春云的东西。 是他说领受的不春云了, 信仰不春云了, 听的不春云了,信的也不春云了, 神话不春云了, 那个事奉也不春云了, 混乱都来了。 那么他领受别的, 在耶稣基督之外领受别的, 这不同的观点进来了, 争论也来了, 批评也来了, 论断也来了, 各种复杂的问题都来了, 基督分手都来了。 不然格林多教会是这种情况, 一直到现在, 自古至今, 教会说的混乱之外, 就是在春云的福音之外, 领受一下非福音的东西, 不春云的东西。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要回到这个不知道别的。 这个不知道别的, 是不是知识上的无知啊? 保罗讲的是他穿福音, 讲的穿福音, 穿福音的那种态度。 保罗讲的穿福音说, 知识到耶稣基督秉持的家, 不是他头脑的知识耶稣基督秉持的家, 不是知识上知道耶稣基督秉持的家, 而是他穿福音的态度。 怎样呢? 前面这个不知道别的也不是他知识上的无知, 而是穿福音的态度。 保罗说穿的福音里面, 不穿别的东西。 他说我不知道福音里面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没有的。 这是福音之外的东西。 这不是, 我们说我们信仰, 我们信仰很单纯, 就是耶稣基督秉持的家。 一直到现在, 要向教会出去任何的混乱, 任何的问题, 就是这三句话。 尤其第一句话, 现在的混乱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不是说你无知了, 而是把一些非福音的东西当作福音。 不符合信仰的东西, 当作信仰的追求。 我过去说什么叫一段, 这个一段, 往往是迷惑人啊, 把神的道啊, 把魔鬼的东西啊, 当神的职业来追求。 又将神的道呢, 当作魔鬼的东西来反对。 这个一段就是, 受魔鬼的欺骗啊, 迷惑。 受了魔鬼的欺骗, 一段什么, 一段他低积度啊, 他怎么低积度啊? 拿着神的事情, 当魔鬼的事反对。 拿着魔鬼的道理啊, 当神的道理追求。 那么你这种, 天亮神的道不算一段, 那么你信仰不纯正了, 把一些不属于神的东西, 当神的职业来追求。 把一些舒适的东西, 舒适的东西。 把一些福音之外的东西, 当福音来追求。 那福音不纯正了。 神的道, 怎么能产生这些东西? 神的道是从天上来的。 耶稣基督就是, 就是神的道。 啊, 就是, 啊,就是, 啊, 他, 他就是上帝道。 他成入神, 他就是, 道的全部。 福音的中心, 福音的全部, 福音的主体。 定了这么一, 也不仅仅是信仰的混乱。 你今天, 神话当中说的问题, 你不知道信仰说的问题, 神话说的问题, 灵性说的问题, 都是因为天立了这三句话。 这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病还定是在家。 这个别的, 现在说的问题就是知道别的。 所以今天我们, 这三项事情都要注意, 都要重视。 第一项事情, 教会说的问题都是因为, 在春正的福音之外, 知道别的。 信仰的不春, 听的不春正, 信仰的不春正。 那么, 以至于各个方面, 都失去了春正。 那失去了春正, 那又出现偏差, 出现问题了。 那, 怎么才能春正? 这个不知道别的。 这是对福音之外的, 这一切错误的东西, 一种, 一种便利福音的东西, 一种派遭。 一种派遭。 耶稣基督病, 啊, 耶稣基督病还定是在家。 这是春正的福音。 好了, 第一点, 第一点, 我再重复一下, 我要给大家说的什么呢? 我们看下哥林多教会, 它本来很春正的教会, 它出现少的混乱的根源, 就是, 就是听了些别的, 信了些别的, 追求些别的, 吃说些别的, 所以教会就乱了。 他出现, 这下保罗就说, 我给你传的福音啊, 起初, 你们本来追求很混乱, 有的是追求圣经, 有的是追求智慧, 有的是追求光源大致, 有的是追求史速的治理, 有的是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想了想, 如果传福音的话, 偷袭说好, 根本没法传春的道。 如果传春的道, 从人考虑, 他能接受吗? 他能听吗? 你说他们都是, 都是要折下家, 你给他传耶稣顶十字架, 他不觉得你是愚者吗? 当他愚者有道理。 那你传耶稣, 神的儿子顶十字架, 神都不来救他, 有他人要神经, 一个传十字架, 他不跌倒吗? 他能信吗? 保罗想啊, 我谁都不迁就。 我今天就, 就让我讲什么讲什么, 我就拿定了主意, 不知道别的, 知道耶稣顶十字架。 现在出现问题, 我告诉你, 只有回到春正的道上来。 那么, 第二个问题, 我一个是, 葛林多教会说的混乱, 都是因与别的。 现在的教会说的问题, 也是因为, 在春正的福音之外, 那些有好多的别的东西, 你当做一些春正的福音, 实际上那不是福音。 葛林多教, 亚拉太教会, 要追求一下别的东西, 保罗说那不是福音, 那是有人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基督的福音上人得救的, 现在有些人传得到, 他不让人得救, 让人得福, 他不想会跟, 光讲怎么的神, 你好好的祷告, 你一宣告, 神一高兴, 就让你发财, 这不是福音。 我们也靠着基督, 只得尽手指望, 就算比众因更可怜, 那不是福音。 福音不是让你得世界的, 得肉体的。 肉体是必死的, 事业是暂时的, 这些东西, 肉体一口气不来, 你掉了全世界是小孔。 那么, 基督牺牲的独生爱子, 不是为了让你发财, 让你生活, 而是为了从罪中得到针灸, 得到永远的神明。 是为了让你从行为上, 啊, 要追求, 脱离的罪, 追求神价, 花出神价来。 四十从罪来的, 脱开罪, 然后接着他大用神。 这, 那么基督耶稣为, 将是为了真偶罪人, 神车的儿子将是, 是为了真偶罪人, 那福音是为了救人的, 但是有些人信耶稣, 有些人传得到他, 他是穿的, 他不穿人的悔改, 啊, 不穿, 不穿这个永恒的盼望, 只把它的编成一些精神有好处。 好了, 我们今天, 呃, 给大家讲, 总而言之, 啊, 说的问题都是个别的, 这很重要, 这个不知道别的, 非常的重要。 那么下面两个是, 指指到了, 第一个是, 指指到耶稣基督, 第三个呢是, 指指到他顶十字架。 保罗, 保罗说他穿福音啊, 穿福音, 指着耶稣基督病还顶十字架。 耶稣基督病还顶十字架, 是两个内容。 耶稣是人, 十字架呢, 是主要所在十字架成全的救命。 那么保罗, 保罗穿, 穿成的福音这两方面的内容, 这两方面的内容, 是穿给什么人呢? 对于那些, 啊, 没有接受耶稣的人啊, 就给他穿耶稣。 那接受了耶稣的人, 你得给他穿耶稣, 他已经接受了。 那, 没接受耶稣的人, 他的问题是, 没有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的使人, 神的家庭, 都甚至赐给他们。 神把基督赐下来, 有些人不接受, 有些人不知道。 那传福音呢, 神把将他都是, 乃子来赐给死人了, 赐给, 赐给, 啊, 死人了。 神的死人, 将都是乃子赐下来的。 就一起接受他的, 好, 不知免万万万的用神。 这样呢, 没有接受耶稣的人, 他的问题没有接受耶稣。 他最大的问题是, 不能, 不是, 不是发不了财, 省不了果, 不是, 哪些东西。 人最大的问题是, 是, 是灭亡啊, 是死在罪中啊。 啊, 那, 他最需要的不是圣光法, 他最需要的是得救, 最需要的是他的灭亡, 连续将来的愤怒, 得到永生的盼望, 得到永生的生命, 现在得到永生的盼生命, 将来得到永生的盼望。 他最需要的是这个。 那美心主的, 他最需要的是这个。 信资的有用神, 不信资的得不到用神。 神的震怒吵在他身上, 所以就很着急啊。 这么多人走在死亡的道路上, 神的爱, 神愿万人得救, 这个人走在灭亡的道路上。 神的心, 最常的火热, 要争有罪人, 将他矮花, 把他的儿子牺牲在十字架上, 分身到祭坛上, 成全了永生的救恩。 但是信资, 谁信谁得救? 谁加速这能力, 谁得救? 主要是为你死的, 你说我加速, 你加速又得救。 你说我不加速, 不加速又不得救。 有些人, 你不能怪他不加速, 唯一的他没有, 信资从听到的他没听见。 他没听见, 你让他加速, 你给他讲不清楚, 他没法加速。 有些事太好了, 你加速不加速。 他说什么事? 你别问你什么事了, 我也说不清楚。 你这样, 他怎么得加速啊? 你传福音, 你得把福音给讲清楚。 福音实际上是对人的灵魂, 对神的福音的一种回应。 人的灵魂它有三个要素, 第一是理性, 第二是感情, 第三是意志。 意志就是决定自己的行为能力。 那么信心老师都听到了, 那么你领着人的得救, 你一定要把福音给讲清楚。 你给他讲清楚。 人是有理性的, 你给他把神的爱来讲清楚, 把主耶稣给他讲清楚。 传福音实做见证, 把神为他做的事给他讲清楚。 把耶稣基督为他的牺牲, 讲神的心意, 讲耶稣的救恩给他讲清楚。 主耶稣在释仰和表达的爱给他讲清楚。 他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人都是有感情的。 你讲父母的爱他会受感动, 讲好人好人会受感动。 何况讲神的道, 讲神的福音, 讲神的作为, 讲神为你所做的事情。 当你听明白, 还有别人更感动人的吗? 而且你穿福音的时候有圣灵的工作, 他听的时候有圣灵的工作, 人除了自由感情, 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 感动了感动起, 不得了了, 受不了了, 我可不能和以前有, 我要悔改。 这是整个的灵魂, 对神福音的, 全能的福音一种悔影。 你讲别的, 能感动得悔改吗? 你不讲神的爱, 不讲耶稣怎么样的悔改。 所以你对这些人, 耶稣还讲不完, 你给他讲法材。 哎呀, 醒着可好了, 你看, 我看你, 我看你现在就挺好啊, 你看你那个, 家里过得那么好, 我告诉你, 你醒了耶稣, 耶稣一高兴, 让你更好。 啊, 就讲这些东西, 保罗讲道不这么讲, 保罗讲道保罗传回第一句话, 神很生气, 不是耶稣很愿意, 因为, 原来神的分子, 从天而降, 念在一切不强不异的心上, 为什么, 为什么要生气? 现在, 你也觉得那些嘴, 你看, 比如说神啊, 你看着生气不生气。 你看到做这些事, 如果遇到这些事, 不生气, 这还对吗? 那, 神明在一切不异的人心上, 有没有一人啊? 连一个没有。 为什么要给你传救我呀?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呀, 神很生气啊, 神爱你, 神爱你, 希望你悔改, 你悔改, 就从神的愤怒之下, 马上进入到神无限的恩典当中, 成为神亲爱的儿女。 你说这一个, 这个愤怒的铁拔, 这个愤怒的对神的改变, 能有什么比较更好。 有一个常诗说, 咱们一常说, 我神没有何等气大改变, 自耶稣来做的我心。 人, 不管你是谁, 解说主耶稣, 今天是呢, 对没有, 对没有解说耶稣的人, 就是讲耶稣, 讲耶稣是解说信仰问题。 反正愤怒当中就是两样存在, 一是受到之后, 一是造为之主。 受到之后短了, 造物主只有一位。 那么造物主和人的关系是信仰的关系, 受到之后和人的关系是世界的关系, 是神话的关系。 那神话重要还是信仰重要? 那么你追求神话可以, 那你仅仅信仰, 你心对象只有一位, 那就是说, 除了他之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啊, 那么实际上他是万物之主, 你和他有一种正确的关系。 保罗说你不要大力夸口, 万物全是你没的。 你经常有诸, 你经常说的问题都是你和上帝啊, 失去那种正确的关系。 最重要的, 今要穿严肃就是引着严肃基督在实际上的代数, 神明月身很好。 现在神护照, 啊, 护照人向他悔改。 所以今天我们信仰, 就是穿严肃。 对没信仰肃的人穿严肃, 穿严肃不是穿严肃治病。 耶稣治病的时候, 他一再祝福, 你不要穿这个。 因为耶稣来, 他不是专门治病的。 耶稣能治病, 但是这不是福音的主题。 那么你, 你穿信仰肃, 他就靠耶稣, 保下行罪, 神仰什么, 说别穿这个。 但是耶稣治好了病, 一再说别穿这个, 别穿这个。 因为犹太人很注重这些东西。 那犹太人, 他专门穿这个, 放着福音他不穿, 就专门穿这个东西。 整天给人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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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治, 那是另一回事。 他能治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癌症好了哈底四。 信了耶稣, 得永生的是, 得永远的生命。 那永生重要的是, 我告诉你, 你成为神的儿女。 我告诉你, 万有全是你的。 神爱使人呀, 爱不上啊。 神爱使人, 他有爱的行动, 有爱的代价, 爱的牺牲, 想多生爱的赐给他。 他要不要呢? 问题是, 你不把这个好学习告诉他, 不知道。 所以, 保罗第一件事情, 对于没信主的人呀, 就给他传福音。 就给他传耶稣。 传耶稣怎么传, 是不是在马路上带着人, 就给他讲一段? 也不一定。 你传耶稣的目的, 不是给他说上一段, 目的是把耶稣传到的信里去。 那你传福音, 不一定带着给他说话。 你和他在一块神话, 他知道你是信耶稣, 你举动行之。 他一看, 你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 你说我信耶稣。 哦,信耶稣, 他就会问你。 人也忙忙缓缓地拉着他, 我告诉你, 信耶稣上天不想在地狱, 人也翻他, 人也不知道耶稣是谁, 你给他说的, 给你起, 不起好大用。 不一定是起好大用。 你传福音, 你传耶稣, 你是用各种智慧, 把耶稣传给他。 是把耶稣传到的信里为目的, 不是我到了时候, 反正我跟你说, 你那些信不行, 将来有一天我要推他赞人, 我传来啊, 他不信啊。 你是为了, 那不是为了爱灵魂, 也不是为了爱主, 那是为了爱自己, 推到这里。 我希望你, 传福音啊, 就是, 你竟然, 你, 你怎么是, 你怎么才能把, 能让他, 让他认识耶稣, 对耶稣有好影响, 怎么能让他接受耶稣, 用你的各种智慧, 把耶稣传开。 不是说, 非得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有行, 你, 如果你带着人, 他愿意听, 他正好想着听的, 可以啊, 你给他谈。 那呢, 如果他, 他翻, 你跟他说, 也不是不行, 问题是, 小国只要好行啊, 我们就是要的小国。 好了, 那么, 因为, 神啊, 使人啊, 将他独生子赐下来了。 你要他独生子, 是谁啊, 比万有更大。 人要追求万有, 不追求神的儿子, 这是最吃亏的, 这是最算不上来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 人有了基督, 多少人, 他追求受到我, 睡着, 他要的是五道之路, 不要造我之主。 要的是神的恩典, 不要曾严的神, 要的是一致, 不要一致之主。 实际上, 有了他, 就有了一切。 所以, 没信主的人啊, 最大的问题是没信耶稣。 所以, 说一次, 知道耶稣吧。 第三点啊, 对于接受了耶稣的人,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信主的人啊, 没接受耶稣的人啊, 他的问题是没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有用神, 不信自己, 不信自己找不到用神。 那, 接受了福音的人啊, 接受耶稣的人,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不信主的人啊, 不信主的人啊, 他的问题是没信主, 没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的人, 是接受了耶稣了, 没划出基督来。 没信耶稣的人啊, 是没有解决诚的问题。 信了耶稣的人啊, 是没解决诚意的问题。 诚意是说的你的神话, 有得神的神话, 有个尊心神话语的神话。 你信要说, 信要说你要是罪人, 诚意是罪得到善念了。 嘴到善念, 得到新生命了。 那, 不行, 信要说是解决信仰问题。 诚意是要解决神话行为问题。 信要说是解决耶稣, 诚意是为了让你活出基督。 是为了让你活出基督。 那么你解决耶稣呢, 是罪得善念当心生命。 那么, 诚意是你宇宙同死同活, 在死地上宇宙联合, 在复活地上联合, 已经能为新生的样式。 让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信造人, 就是一个都变成信的。 信要说两件事, 第一是, 神要活着的心, 刺下的儿子来, 爸爸你得到基督。 你解释我, 他有了一切了。 那解释我基督的人呢? 你解释我基督, 神在你身上最大的盼望是, 从你身上活出基督。 保罗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你信耶稣的地位上成神, 十字架是你在生活行为上成神。 耶稣说, 我来了是让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神耶稣是关心你得生命, 十字架是关心你活出丰盛的生命。 我们看到, 人不走十字架道路, 他怎么能够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看到, 保罗说, 死在我们心上发动, 神就在你们心上发动。 什么意思啊? 今天一个传导人, 一个被狮子家人有丰盛的生命, 他只要有丰盛的生命, 他就会将丰盛的生命带给别人。 那么使别人, 也能生命不断地进入在一种生命的道路上, 生命的追求上, 生命不断地走在生命的道路上, 不断地封盛。 合主的关系越来越近。 一直于合主合义, 完全地合而为义。 新耶稣两样是, 一个是得到基督, 一个是活出基督。 还怎么样? 你活出基督。 你活出基督还怎么样? 活出基督就到底了。 怎么,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像造的。 耶稣基督是神的像。 耶稣基督是神的像。 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像造的。 为什么让你照着神的像? 就是让你活出神的样子来, 神的形象来, 活出神的爱, 活出神的生样, 活出神的公义, 实际上就活出基督来。 那你本来是照着神的像造的。 还有一件事情我给大家说, 你既然是照着神的像造的, 你别骄傲。 你说你好啊, 你就好的和一样最一样也是应该的。 你活的和神那么生间是应该的, 因为你本来是照着神的像造的, 那不是你好的问题, 那是神的你身上的工作, 神就这样造的。 你说我怎么活不出来了, 怎么不是这样的, 那是堕落了。 堕落了, 不像谁了, 像谁了, 对不起, 小魔鬼。 你听神的话, 想神, 你听魔鬼的话, 不像魔鬼吗? 你说魔鬼干事不都是借着人来做的吗? 杀人方和魔鬼什么时候拿着刀去杀人的。 你看那老改犯, 那那那都是, 你说远魔鬼, 魔鬼都是借着人呀。 你看抓了么些罪犯, 抓了几个魔鬼呀, 你问法院去判了几个魔鬼呀。 魔鬼, 魔鬼他不情的杀人, 不情的偷刀, 都是让人干这事。 人不干魔鬼的事, 魔鬼, 魔鬼借着谁来干这万能事。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 你挺身的话, 要脱离魔鬼的网络。 你今天要活出嫉妒, 就是要求神套命失败当中, 从魔鬼, 从嘴和死的权势当中, 从撒旦那种败坏, 打着完全的拯救。 好, 那么今天, 所以今天, 你躲落了神要真有嘴人, 真有嘴人就是拯救的, 活出基督的形象来就是了。 你说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 所以我刚才讲, 讲完前的救人, 没信耶稣的, 不管他是, 他也没听过耶稣, 上一方, 偷刀剑, 什么罪耶稣, 搞死了, 不管什么人, 什么人都可以, 都可以到主面, 还是不起原谅。 你搞死耶稣为你死了, 耶稣来要救你, 你心自有用神, 你虽然犯了罪了, 但是再生勉强用不定罪。 还有这样的好消息吗? 放着这个不穿, 你穿什么呢? 第一, 罪在什么? 人在他是没有买后悔约的, 现在耶稣就买后悔约。 来到这里啊, 商量后悔约, 说我的事都, 后悔的事啊, 都和你没关系了。 为什么? 耶稣担当了。 再一个, 你说我那些, 死是从罪以来的, 今天免死, 罪得到解决, 你的死又得到解决了。 实际上, 从广义来讲, 人生化当中, 人和负面的, 那都是死的营养啊。 啊, 臭困了, 烦恼了, 那都是死的营养。 那死的问题解决了, 是要常常心了, 充满心了。 是一个, 凡事下人, 是一种得胜的神话, 是一种甘虑的神话, 是一种, 是一种赞美的神话, 是一种充满了甘虑的神话, 充满了甘虑的神话。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爱而做的, 为了对恩典的慧应而做的。 上面的内心, 无论做什么, 都是充满心了, 充满感应。 我们的人生, 所以刚才说, 我人生有何能起大改变? 神有何能, 自耶稣来主的我心。 真的是, 你想想你一个人, 创造缘, 我只主主到你心里, 你能不改变吗? 改变小了, 那也不像个大救的。 这个改变, 不是你改变, 他在你心里指着你改变。 你能改变什么呢? 正因为你改变不了, 神, 他做到你心里, 你乱乱, 基督在你里面, 不是乱乱的, 在里面是有大的。 所以, 大家听没了, 那个, 为什么不知道别的? 那少的混乱都是这个来的。 为什么知道耶稣基督啊? 你说不信主的, 他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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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重要。 是治病啊, 是法财啊, 什么都比死了强。 那是肉体的生命了, 现在神给你的永远的生命, 免死亡的永生。 能有什么比这个重要的? 放着这个, 你今天放着这个, 你不穿, 你可穿别人代替了耶稣了吗? 只知道耶稣基督。 对于信了主的人, 你接受了基督, 你, 接受耶稣是心的问题, 这些实的价是爱的问题。 耶稣爱你, 为你顶世啊, 你为了爱主要, 射击, 背起世啊跟随主。 好了, 那, 现在我这样说一下了。 这个世子家的道理怎么讲的? 那世子家的, 这个, 我们, 这个, 复活节之前, 我们讲了一次世子家的道理, 那复活节我们讲了复活的道理, 今天我们还是讲耶稣基督病, 听世子家。 耶稣基督是信仰, 词得要神话。 基督他信仰的问题解决了, 诚意的问题解决了, 结束了基督了。 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那个没信主的人啊, 他受的问题是不信耶稣, 信仰问题得解决了。 信仰主要受的问题啊, 是什么呢? 是老我不死啊。 你, 我告诉你啊, 你少的失败, 少的问题啊。 你, 你考行为来解决, 那毛病短了, 全天短了, 你改了这, 改不了哪个, 也改不了。 我告诉你啊, 老我死了, 什么都, 什么都死了。 你呢? 社长, 说呀, 信仰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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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所的福音啊, 就是宇宙同死同化。 好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啊, 我们都, 都有个九道的, 都有亚当的生命啊。 因为, 我们这个肉体, 还是从父母上的。 父母也有父母, 我们祖父祖父母, 那么一代代的, 找上去, 那就是亚当。 那么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亚当遗传下来的。 我们这个肉身是亚当遗传的。 因为这个遗传基因, 那书腿的怎样, 反书腿的怎样。 我们有亚当的生命啊。 亚当的生命是堕落的生命, 我们有生命坏了。 为什么人也不能输律法? 律法输火灵, 我这个人输火肉体是卖给罪了。 肉体也卖给罪了。 你听着卖给罪的, 十五天人一般输灵的事, 一个输地的人走输天的道路, 那是不可能一样的事情。 那么, 耶稣我来了, 是要教人一段生命。 新生命是基督, 旧生命是亚当。 那我们本来是个罪人, 罪人又是亚当的生命。 不是行为不行。 问题是, 你想行为, 你想不犯罪你也办不到。 事实上, 每个人又犯了罪。 经验上呢, 你想不犯罪也办不到。 我给大家讲, 你不要说大事办不到, 小事你更办不到。 不该说的话, 不说你做到了吗? 不该想的, 不想你做到了吗? 这个做不到, 你怎么打救啊? 你说一下不该说的话, 凭着这个就能打救啊? 说一下反对的话, 你能打救啊? 你睡不着觉, 胡思乱想起, 想起不该想起, 你这不要反对吗? 你想上不好了, 也是答对神啊, 也是亏见神啊。 你想上不好了, 你对哪一个人想上不好了, 不知道, 知道了也在对他, 你怎么这样看完? 他当然不知道, 你胡思乱想不该想的事也不知道吗? 你说你想不到想的事, 你想不到想的又没做, 耍出来没做出来。 我告诉你, 你想某个人不好, 他是不知道, 他知道了很生气, 你是怎么想完? 你怎么这个想法呢? 你看, 好了, 我说的意思, 不是想的, 我说的人不可能平行为大救。 好了, 现在他就这么个人, 圣灵就压倒的, 皮静压倒的, 白坏就这么个人, 现在, 耶稣说, 给你个律法你也做不到, 主说我来了, 使让你到生命, 到更丰盛的生命。 人有了神的儿子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 人的神话, 行为, 言行举动, 是内在生命的外在表现。 你是个什么性质的生命, 你的说法行事, 就透出你的内心, 你的人品, 你的性质, 你的生命的品格, 那就表露出来。 问题是, 今天没想得救, 只有一个方法,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别的拯救, 就是人家属耶稣。 有了神的儿子, 有了个性质的生命。 但是当你有了性质的生命, 你要知道, 那个肉体还在, 肉体还是亚当异常的。 那么今天还有基督在你里头, 你结束了基督性质的生命了, 你外面的肉体还是异常的, 还是脾气还有, 那些习惯你还有。 那么今天, 你怎么办呢? 那么你的生活行为, 你到底是哪个生命当家? 你是神的肉体还是神的生命啊? 是新生命表现, 是救生的表现。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生命啊, 有两个不同性质的生命在同一个里面。 那么里头就有了, 里头就有了正战。 这个正战就是, 这个肉体和神灵, 神灵和情绪这两个彼此相争。 所以不能, 这两个彼此相争的。 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肉体到现在不是好东西, 是和神为敌的东西。 你说哪里说和神为敌? 和神为敌不是, 不是和神为敌吗? 那么你信耶稣有什么? 你尽量信耶稣救的, 对付自己啊。 所以耶稣说有两种人啊, 恨我自己的生命的, 就救了生命。 那些自己的生命有时常生命。 说信主没别的, 耶稣爱你, 为你, 在实际上舍迹。 如果你爱耶稣, 想着挺身的话, 想着尊心身的话, 想着让新生命当家, 你会把老公看为与他同领事的样。 所以, 保罗, 保罗说在罪上是个罪魁。 他一方面他说是个罪魁, 但是他同时他又说, 现在我的肉身活着, 神一醒世,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得要领养活着。 他说因我活着是基督, 为什么呢? 他, 他为什么能活着? 他说, 我已经与基督通领十字架,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好, 那十字架是关心你活着基督。 十字架就是让你与主同死, 就是对付自己。 为了爱你, 能够杀取自己。 你在说我的事上, 为什么不能爱住, 杀下自己的愿意, 杀下自己的选择, 杀下自己的皮静, 杀下自己的来好, 杀下自己的来顺服神的。 杀下自己的喜欢, 让主喜欢。 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主啊, 你喜欢有心。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有心, 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这样做就要十字架一刀。 当然, 你两个, 你没信主是一个生命, 光有经生命, 没有新生命。 信了耶稣, 旧生命又结束了新生命。 你结束了新生命, 如天的。 你怎么今天又跑了来了? 跑来了, 你还是没信主, 还是信张下的, 还是信张? 没信主是你一米极高, 还是信了主, 还是什么高啊? 你也没信主是这个模样信了主, 这个乳梯还是个乳梯。 实际上你看到外表里头的脾气啊, 也还是个脾气, 你知道吧? 不论是做了个耶稣, 为了爱主不能以主完了。 这又要想自己分, 这又要宇宙通顶时的讲。 切不止我们这十五系归路, 嫉妒耶稣的人, 是十五系归路才得死吗? 什么叫信耶稣? 信耶稣, 耶稣替你死了。 关系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有人告诉了, 我是该死, 耶稣替我死了。 替我死了, 为什么替我死? 就是不让你死, 他才替你死。 如果他死了, 你要死了, 拜祭了。 那么他死了, 就是为了让你得救, 不死了就得救。 那你死了都没事了, 死了都不犯罪了, 如果你不死还活着, 这个问题又来了, 你还是个人, 你有没真意死, 还是个脾气, 你虽然没死, 你仅仅信了, 隐着哪一株, 就拿死, 自己也当死了, 把自己堪为死的, 这叫赤地悔改。 赤地悔改就是, 把自己堪为, 随着结束耶稣的十字架, 把自己堪为死了。 这叫, 醒主之前, 这个实验段的我, 那个我叫救人, 醒了主之后啊, 叫醒人。 这个醒人救人啊, 就是当你醒住之前, 悔改之前, 那是以前那个人。 若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醒造的人, 醒造。 救造是在亚当里造成的, 醒造是在基督里造成的。 救造那就是和亚当, 是说亚当的, 醒造就是基督身上的支帖。 醒耶稣,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是什么呢? 你也有个朋友推, 你相信耶稣是什么? 接受耶稣, 你新生命。 那么, 新生命你是主买的, 你把自己献上, 就是主的支帖。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支帖。 我们这么多人, 痛得一个新生命, 我们这么多人, 因着一个新生命, 联为一个身体, 这个教会是他的身体。 教会应该是充满新生命的。 每一个人都要迁就生命。 神明, 整个的生命, 都能够长成基督长成的神啊。 要长成基督长成的神啊。 还有一点, 你要前辈也, 刚才我讲, 人本来找人要做的, 你不想神都是短乱的, 你想神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么让你自己想神不可能的事。 显得你有了基督的生命, 你想神很简单了。 怎么简单? 耶稣替你死了, 你又拿着自己当死了, 马上你就活出基督了。 你反正两个生命缺一个, 还剩下一个。 反正两个都在里面呢, 他也不合作, 是整天自己和自己在里头整天。 一会顺服神, 顺服自己啊。 今天去聚会的, 是不去聚会的, 今天看电视, 就要是看圣经啊。 反正里头都得, 反正你自己也少吧, 我给你少不少了。 反正你挺身的话, 你得不能顺服肉体。 你顺服肉体, 你远来远离神, 牛远世界。 你顺服神, 你灵灵会远离要复行。 你不否定自己, 是人的悔改, 是你得救的开始, 人看到自己哪里消灰, 跟着复兴的开始, 人自以为也就是灼乱的开始, 要强悲。 为什么要强悲? 你如果真信耶稣, 你相信不相信耶稣, 你相信不相信耶稣, 替你顶实在家。 实在家是什么呢? 实在家是最残忍的死心局。 什么的人才能够落到这个地步啊? 那是世界上最可恨的人, 最大恶劫的人, 才用最重的死心局来羞辱他, 来咱们他, 用最残忍的方法死。 那么神的儿子没罪, 公义的神, 为什么让他这样去, 能够严正正地看着这样死, 不去拯救他的? 剩下一个话, 雅画西约将他压伤。 那是他的魂里都是矮子。 你西约, 你的孩子受苦吗? 上帝不爱他都是矮子吗? 他为什么西约将他压伤? 难道他顶实天佛很喜悠? 不是西约。 因为他看到劳困的功效, 因为他这样死后要领许的儿子进入, 他为了爱你, 为了爱我, 所以他牺牲他儿子。 他看到你我饮着他的打酒, 他就西约将他压伤。 因为他不是白白的压伤, 白顶实的压。 他替你顶实的压, 他没有罪, 为什么顶实的压? 替你,替你这说明什么, 在身一样中, 你这个人就坏到这个程度了, 叫全然败坏。 和玛瑰一会儿呢, 你还能好到哪里去啊? 你信仰说, 如果不看自己是支配该死, 该灭亡, 该顶实的, 该下地位的人, 你又得福音还不清楚。 如果你, 你真正的分音清楚, 把自己看为是支配顶实的家的, 支配出最重的新华尔斯, 就是说, 最人中的罪魁, 你的脚骨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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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没有爱心穿来, 你今天这么一个罪人, 这么一个罪人不配的人, 你看到没有, 看到神佛的多大代价。 神牺牲的不是地球, 不是心收到我, 比我爱我更大的神的矮子。 你看不到神的牺牲, 你又不知道哪点多大, 不知道牺牲多大, 你又不知道你嘴多严重, 神端恨无嘴, 不知道嘴多严重, 你就缺少的是谦卑, 缺少的是干明。 那么你今天缺少谦卑, 缺少干明, 整个的影响着你, 基督徒的整个的生活。 你今天基督徒生活, 一个是要完全的谦卑, 完全的干明。 基督徒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奈祖儿子, 都是为了被主的爱极力, 原来基督的爱极力, 我们想以人记起, 众人死, 众人都死了, 他扯没死, 使脚没在下, 活着的人, 再也不以自己而活着, 那一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 保罗说, 因为一死人是团离了罪, 过去,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九人和他同顶十字架, 是罪神灭绝, 所以不再做罪于奴仆, 你过去是没给你做奴仆, 但是你今天只要死了, 莫非他, 罪他就没法来指挥你了, 一死人团离了罪, 那么, 我们乱在死定上与他联合, 要在他复活的心上与他联合。 所以啊, 你今天得救了, 不要再讲你的肢体, 相给罪作不义的器具, 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把自己身上的各部分, 相给神所义的器具, 罪就必不能钻你们的住。 说, 这个, 说的是, 那么你肉体死了, 罪就没法再指挥你了。 那保罗说对世界呢? 保罗说, 九十二论, 我只夸耶稣的十字架, 因为这十字架, 救这十字架, 九十二论, 我一定在十字架, 九十二论, 我一定在十字架, 向世界死, 过去追求名利权, 这些东西在外已经死, 已经死了, 死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爱这些人, 正爱耶稣, 自从认识基督为职报, 万事都是奋土。 这些东西, 人都不要叫, 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保罗说, 九二论, 自从信了耶稣, 你再有名利权的印我, 对不起。 啊, 我已经, 九十二论, 我赢了。 他说, 这么从那个人, 你心老一样死, 不下老人才吗? 那个这个, 你看。 哎, 你要不信主事, 多发财, 你心老主事, 你多有本事的人, 你心老主怎么整天, 那磨磨叨叨的, 整天, 主啊主啊的, 你看你混的, 这一套的。 保罗说, 正义的是九十二论, 万一一论事的加上。 看到这个人, 这个人, 放到哪里都, 觉得是, 和人要干一路, 刚刚是怎么回事, 啊, 不反对的, 又悔改了吧, 啊, 把你实际上的各部分, 先给神做一的起去, 啊, 一个是相嘴四, 第六章, 罗马书第六章相嘴四, 。 保罗说, 我已经一种痛的事, 啊, 那个, 那是, 啊, 还有, 刚才说的相识也死, 还有, 保罗说, 我已经律法又想律法死了, 今天, 我当然是没时间讲这么多, 使我可以想神活的。 那我一过去, 过去不信主啊, 老想, 靠行为套神的话, 不知道自己是个罪名, 我知道这个罪名, 信了耶稣了, 结束耶稣的十字架, 我已经律法想, 律法死了。 我, 我今天看, 信耶稣不是性的问题, 信耶稣是什么问题。 当你只要想自己死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活出嫉妒。 当你一样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改的时候, 你一样也改不了。 人一都是, 有一条路, 人一为正, 这种是死亡之路。 好了, 这一个十字架结证, 一个死啊, 实际上都死了, 伤生也死了。 这里分开来讲, 想律法死啊, 我再也不靠自己的行为诚意了。 呃, 想死也死啊, 再也不敢, 万事都是奉托。 想, 啊, 想罪死啊, 不得做罪的奴仆, 我把罪先给神, 不得, 想从此复活的, 以死人团结了罪, 所以不得, 救人和他从灵师的样, 是罪神妙叫神, 不得做罪的奴仆。 死了的人, 罪没法, 你给罪做奴仆, 奴仆他没法再, 再控制你, 让他, 让你给他干活了。 我告诉你, 过去给罪一个做奴仆啊, 你给他做奴仆, 你只能干反对的事儿, 你干不出别的事儿来。 现在你相与神做义的器具, 你给神做奴仆, 你只能办神的事儿, 你不能办那些, 一个真正相与神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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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其他的事儿都, 你分约为神, 相与神了, 你只能干神的事儿, 为祝福来。 啊, 是这样, 你相与神了。 那我看到, 保罗像肉体, 保罗说, 我已经, 哦, 他说那个, 在加勒太帝国上说, 一个反说基督的耶稣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相与死于通灵了, 是的, 加上。 我最后再说一点 前面 前面我说 所有的混乱都是偏离了 都是在基督耶稣 平衡事情之外 知道还别的 现在所有的教会 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的问题 就偏离了十字牙道路 不信主的是 没接受耶稣 信了主的人是接受了耶稣 不接受十字牙 换句话说 没有接受耶稣的人 他没信主的人 他说的问题是没打救 没信耶稣 没接受耶稣 信了耶稣的人 是接受耶稣 活不出来 活不出来 行不出神的道 尊心不了神的旨意 不能够大神的神花 不能荣耀神的神花 不能行神的道 很简单 就是两件事 你说这 禀他顶十字牙 禀他顶十字牙 他用不了顶十字牙 他是为你顶的 为我顶的 所以今天 你接受十字牙道理 就是对外面的意义 就是与着同顶十字牙 你说那一想的是 他顶十字牙 他顶十字牙 如果没有 你我他需要顶十字牙 那么他顶十字牙 如果他顶十字牙 就是你我与他同顶十字牙 做一个信道的人 弟兄姐妹 现在说的问题 基督徒说的问题 就是解说耶稣了 基督徒说我的失败 说我的问题 老我不死 酒生又不死 那个肉体当家 嘴就 嘴和魔鬼啊 和世界啊 他都有一个阵营你知道吧 我们这个心神的灵魂啊 和神和天官 是属于这个阵营 你知道吧 我们的灵魂和私欲 是彼此相证的 肉体和灵魂是 你提他 你追求三十 追求佣神 这都是 这都是两个不同的 不同的选择 好了 今天 就给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的灵魂 谢谢大家